大家好 星期六的下午好 今天天氣不太好 很適宜在家煮食 今天多了 邁堆堆的朋友 Hello 你們好 希望大家可以過一個愉快的下午 和大家一起煮食 根據上次網上的文條 希望我煮薑蔥蟹和菠蘿咕嚕肉 今天教大家煮 在大家煮之前可以先聊聊 讓大家的朋友進來 快點進來 我今天會煮薑蔥蟹 我買了一隻 這麼大隻的蟹 大家可以在街市買這麼大隻蟹回來 可以自己回來開 想知道怎樣開 我下一集再教大家怎樣開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就很浪費時間 我叫街市師傅開開 今天我是用蟹公 為何會用蟹公 我覺得薑蔥蟹用蟹公會比較鴿味 當然你想吃高的用蟹拿也可以 但我覺得薑蔥蟹淡淡肉 才會吃到薑蔥和蟹的鮮味 我用了蟹公 還有甚麼材料 蔥 蔥大家都知道是很長的 已經分了兩節了 首先你記得我們先分了蟹白 因為蟹白會先下 蔥段的我們會後一點才下 分了兩段 OK 大家先分了 還有說明薑蔥蟹一定有薑 切片可以了 薄薄的切片 OK 除了薑蔥之外 今天有些小巧妙的 就是 喫汁 為甚麼會下喫汁呢 其實因為蟹的鹹味有時會很重 會蓋過所有東西 但有時又想先下一點鹽提� 喫汁是非常好的 可以令蟹沒那麼鹹 亦可以令蟹鮮味好多 大家不妨試下下喫汁 除了喫汁 會有鹽 糖 少許蠔油 還有 大家可以準備一碗水 又或者 一碗酒 視乎大家喜不喜歡有酒味 因為我自己覺得蟹配一點米酒 是很搭配的 所以我會覺得蟹配一點米酒 所以我今天自己準備了米酒 很香的 大家如果說 我家裏有小朋友吃的 不喜歡用酒的 下水也可以 今天正式開始 我們的兩道菜 薑蔥蟹和菠蘿咕嚕肉 菠蘿咕嚕肉 我們待會先攪 先攪薑蔥蟹 我們開大火 少許油 還有教大家一個小小的秘技 有些人說煮蟹 沒事 有些人說煮蟹沒有蟹味 原因是因為 你沒有下少許 外面酒樓會有酒油 但家裏沒有理由浪費這麼大 是光油去酒油的 在家裏可以怎樣呢 就是 這些是生粉 撒一點點下去 鎖住蟹血 少許就可以了 你煮的時候 蟹就很鮮 這個也是 我先拿開 這些都是撒一點蟹 撒一點就可以了 撒一點 鎖住蟹血 是少許就可以了 OK 那就開始今天煮我們的蟹了 先拿小手 先拿小手 好 調大火 要買花蟹可以煮的嗎 還是那一句 大家喜歡吃什麼蟹都可以 不過我覺得 這個蟹工 這麼大的蟹 做薑蔥蟹是最搭的 淡淡肉 放多一點也不怕 然後加薑了 再多一點 開爆大家 一次 現在應該勢 先把蟹水 拿起 一大塊 先把蟹上馬油 先放鞋子,讓它鎖住鞋血 鎖住鞋血 鎖住鞋子 是好一些的 不過我現在都知道 家裡很多人都是用電磁爐 但其實電磁爐只要調到最大 總之不要冒白煙 應該是最好的了 先鎖蟹 好了,鎖到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就下今天的主角薑和蔥 記住先下蔥白 先把薑和蔥放進去 先攪拌一下 先炒香 薑和蔥可以放在底 讓薑和蔥快點出味 為何會先下蔥白 因為這些一早放進去 其實很快會變黑 很難看 但蔥白是不會的 所以先下蔥白和薑 好,然後你聞到薑和蔥的味道 都霸得七七八八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做些什麼呢 我今天就轉用米酒 很快會把蔥的味道給倒進去 當值五三國停,會把蔥地煮成 香醉 如果加蔥的火燒的話,那是這個 就非常之简单了 就是 蓋上盖 煮至这些水收干为止 好了,接着这个时候 就是聊天的时间了 我很喜欢这样的,我们先擦一擦 我比较喜欢干净的 好 大约七分钟左右煮至干身为止 煮至干身为止就可以了 花雕酒也可以,如果放在煮姜葱蟹 会有一种甜味 我不太建议 但用米酒会好些 花雕酒比较甜 而且很容易焦 因为有糖分 你这样煮的话 它很快的蟹的边会黑 用米酒会好些 薑和葱是不怕多的 可以真的 说明是姜葱蟹 姜葱多一点也不怕的 都不会辣的 因为你这样煮的话 其实那个姜味也很好吃 所以我今天用了很多姜和多葱 我们烤一烤 可以给观众看 在烤的时候 烤到干水 一定要干水 所以一碗水就差不多了 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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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海鲜 尤其是煮蟹 为什么会用火炉好呢 就是可以控制火候 其实你见外面的那些餐厅 都是用很大火去炒 你还不喜欢用这些煮呢 可以 现在这个煮可以看通下面 是啊 其实我喜欢的 我喜欢看通下面 看看那些水多不多 可以慢慢等 大家有什么想问 就可以问了 很多人经常都觉得 煮蟹 家里煮姜葱蟹 煮盛好像很难煮 其实我现在最简单的方法 给大家听 吃到外面的味道 其实你刚才看到我 其实没什么複雜的 买一只蟹 回来 记得 扑一点 生粉 可以锁住蟹血 不需要走油 因为我觉得走油 你又浪费了很多油 蟹会比较脆 我喜欢这样煮的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东西要买 有葱 一个姜 这么简单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我兜一兜 因为今天蟹大 所以我会煮久一点 因为蟹缸 对了 是没有香啊 没有啊 没有啊 隔着屏幕都香 我们再烤一烤 好 等下 我先抹一抹 因为我真是一个很 很爱整洁的人 我真是 我不可以 煮食的地方 大家在我抹东西的时候 你们可以问问题 是吧 有没有人叫你抹点 教整蛋糕 教整蛋糕不是问题的 但是呢 是要时间焗 我刚才也都是 大家有看过第一集 《煮贵妃篷》 我都说过了 我希望是可以和大家一起煮 一起聊天一起玩 并不是煮完之后 由于时间关系 就拿个蛋糕出来 我又不是很喜欢的 因为蛋糕真的要 最基本消费都要焗六十分钟的 我们拍片 拍片会好些 如果做Live 我喜欢煮一些 大家去聊聊天 这样的菜式和大家玩一下 不如大家想想下个星期 我想说 下个星期都是我来的 是不是 下个星期呢 不好意思 都是我来的 大家有什么想吃 我都会煮两道菜 大家可以投票 如果我 我容许我 大家不要煮一些时间很长 不要说什么 炖猪手 炖整天 我觉得是不好的 比如炒一下蟹 煮一些 二十分钟内煮到的菜 我会教大家的 跟大家一起玩一下 好不好 哪个?很香吧 没事 不会干 没事 之后 你是不是要做仔细的 对 接下来 我会跟大家 在这个 Drama 见面 因为我会再去拍Drama 接下来就会拍一部剧 卡士是非常厉害的 大家密切留意 我是不会说的 因为还是一个秘密 可以 其实鲍鱼有很多种做法 例如醉鲍鱼 醉成 电池炉就有这个问题 就会自己关火 我先煮热 好啊 煮黄鲜 煮黄鲜 即盆龙鲜 我都可以的 有点 有些人想吃咖喱鲜 好啊 咖喱鲜都可以的 我今天加多一点的水 因为这个蟹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和儿子一起搓面粉 我想说大家如果有煮个蛋糕都知道现在香港最难买的是什么呢? 是面粉 很难买的 做啫喱的鱼胶粉也是非常难买的 大家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话我可以提供少少的地方给大家买的 在官房做蛋糕的地方有 或者上海街都会有买到蛋糕的东西 大家可以去玩一下 和小朋友一起亲自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这个姜葱蟹 如果大家喜欢和小朋友玩也可以 可以切一下葱 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观众看一看 好 接着我们再放今天其他东西 我问你那只鸡是否那只 哪只? 是谁那只? 不是这个,四马那只 当然不是,今天更新鲜 我们首先加一些叼汁 叼汁吗? 叼汁是再放鸡 鞋汁的作用是蟹很重海水味 但我想没有那么重海水味 我想要加少许盐 如果加盐的话,如果蟹很咸的话 就会很咸 但没有盐又不行 鞋汁刚刚有中和的作用 就是让蟹没有那么咸 也可以让你加盐 没有错,大家多稳定一点 烙饼 慢慢煮 聞到很香 差不多全熟的時候就可以加 剛才誰說我沒有蔥 因為這個蔥是最後才下的 否則一早下的蔥就會黑色 好,今天第一道菜 這個薑蔥蟹就可以了 薑蔥是不浪費的 因為很多老人家或家人都很喜歡吃的 我們先用它 然後我最喜歡的東西就是 擺盤 小春雞當然不可以在這裏 小春雞在這裏就搞亂了 大家就看不到我的廚藝 這隻蟹多重 都要用兩斤了 好,接下來就是整色整水的時間 薑蔥炒蟹 薑蔥炒蟹 好 這個 這個真的會大家一會 大家試一下 其實是酒樓水準的味道 好,接下來這個是最後 沒錯,又是聊天的時間 為甚麼聊天? 因為我要寫東西 好,看看材料先 好,大家可以继续 这个蟹有什么材料? 好,再说一次,蟹一定是硬的 首先,我们要多谢我们今天的 听到声音的,是不是? 现在有人在帮我洗衣服 一个很英俊的,帮过我是意想得到 一个很好的P.A. 副导演,非常好 好,我们先说今天蟹的材料 有少少,也不用,我可以的 蟹,姜,葱 记得葱要分两节 葱白和葱,葱段 葱白下先,葱段在最后先下 还有什么材料呢? 其实今天的小妙地方呢 就是下这个叼汁 因为叼汁就是可以中和蟹的咸味 也可以提鲜的作用 加少许盐,加少许糖 加少许蠔油 就是成今天的姜葱蟹了 好,剪完药了 好了,我们看看 有个挺英俊的帮我洗东西 其实最开心的是什么? 洗了一只锅才行 那些碟都不要继续了 对了,对了 对了,我们最重要是锅 这个我们先拿出来 拿出来先,可以不用妨礙 今天就第二栋送了 就是菠萝菇拌肉 菠萝菇和菠萝生炒骨有什么分别呢? 有骨和没有骨的分别 其实味道是一样的 好,先把材料拿出来 好,先介绍一下今天的材料 菠萝菇拌肉 很明显就是 因为我会做给小朋友吃 所以我用了排骨的 是没有骨的排骨 类似猪扒 但是没有骨 你可以和肉档说 我做生炒骨或者菠萝肉 但是我不是很想要骨 我想给小朋友吃的 那就用没有骨 说明菠萝 菠萝肉一定有菠萝 菠萝 还有鸡蛋 还有鸡蛋 面粉 生粉 今天我要浪費時間講咕嚕肉醬 因為我先混了 咕嚕肉醬 因為每個人都會不一樣 有些人喜歡吃甜點、酸點 其實怎樣形成這個醬 就是三樣東西 醋、糖、番茄醬 自己的口味 如果想吃酸一點的咕嚕肉 就加多一點醋 喜歡甜一點就加多一點糖 番茄醬少量就可以了 調到這樣結塔塔 就是番茄醬的作用 這三樣東西最主要 如果有些人喜歡吃 又是那樣 有些想酒香的 有些人喜歡吃想帶少少少酒 可以加少少酒去混 今天我給小朋友吃 那時候我沒有酒 好 我們先處理了今天的主角 咕嚕肉 在處理咕嚕肉之前 有一件事一定要做 就是 咕嚕肉要炸 我們今天炸熱的食物 等一下要等 先下油 要加很多油 等一下 等一下 先下油 好 沒有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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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家裏呢 當然 你炸完後 就可以留下 或者想健康些 就不要了 但是 我也是那句 要好吃 是要付出代價的 是要付出代價的 我都說很多油 那些人問你排骨 要不要調味 我剛剛正想說 好 我們先炸熱的 好 排骨要醃 用醬油 糖 生粉 醃了 攪拌 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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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加入少許麵粉 麵粉,不是生粉,是麵粉 拌勻 粘得少許 剛才有人問,那瓶有多少份 一瓶有多少公升 是不是700多,1公升 750應該 有一個美國的和你嗨,新加坡的和你嗨 其實網上煮食最開心是和全世界一起玩 當然大家有時差 如果大家不刪辛苦的話,就可以一起玩 有個人說想見一下拿機的那個人去養我 剛才不是幫我洗衣的那個嗎 是的 好了,接著 很多馬來西亞和馬來西亞同時有請 嗨 首先現在疫情 不可以去馬來西亞和大家見面 希望疫情快點過去 可以過來馬來西亞煮食和大家玩 來到馬來西亞煮食 好了,接著 這個就是生粉 那做些什麼呢? 就是 放上去 撲少許生粉 不用多的 夠就可以了 夠就可以了 我先用碟裝著 多餘的粉 泡酒 一塊 自己吃就可以均勻一點 不趕時間就可以均勻一點 有些人為甚麼喜歡吃生炒骨 有些人說骨炸過後會香很多 肉味很多 所以自己選擇喜歡有骨還是沒有骨 如果是小朋友的話就不用骨 那就用肉 為了大家沒有這麼悶 我就放多一點點 好 很多人在不同的國家和非派 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地址 全世界都和你們說 你好,你們好 全世界都和你們說 一斤 接著就拍多餘的那些 一斤 一斤 油開始有些料到 沒錯,我們不用太冷 我們不用太冷 家裡的朋友 有時間慢慢逐一逐一 會均勻很多 因為大家不用太悶 大家不用太悶 快一點點 好 就這樣 我洗一洗手 好 好 接著 就要炸了 記住 炸東西 尤其是炸這個 第一個一分鐘 放下去 不要動它 應該夠熱 不要動它 不要手癢 待會解釋為什麼不要動它 好 解釋為什麼不要動它 因為 如果一早動動它 肉軟糯糯糯的時候 粉又未實淨的時候 你動它就會黏一塊 而且粉會脫掉 頭一分鐘 記住 不要攪拌 不要鬥它 放下去就可以了 過了一分鐘之後 就可以調低火 一點點 因為它是豬肉 你這麼猛火炸它 它不單止會焦 裡面又不熟 所以我們過了一分鐘之後 表面 好像這些 表面 你見到它開始 硬了的時候 就可以動它 等多一會兒 好了 現在可以動了 你看到它一塊塊硬了 你看到它 沒錯 如果你記住 再重新說多一次 放下去 不要多手 炸到它硬身才燒 否則你的粉會脫掉了 有人問你用氣炸鍋 是否煮到 我們下次試用氣炸鍋 其實應該是煮到的 我們調低一點油溫 我們要炸熟它的豬肉 然後再煮到它 再煮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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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和上次一樣 如果大家想學 我們的貴妃棒 我上個星期煮香茅椰汁 貴妃棒 如果大家想煮就學 如果真的在做事 看不到 今天我煮這個薑蔥蟹 又或者煮這個咕嚕肉 大家可以上去我們的 BIG BIG CHANNEL 是嗎? BIG BIG CHANNEL 看得回的 好嗎? DVB的FACEBOOK DVB的FACEBOOK 多謝大家的答案 油溫可以再低一點 其實現在已經一顆粒 一塊塊很硬身 阿樂二 有一個粉絲很窩心 他說 你應該戴口罩 因為有些煙焗汁 你解釋一下 為什麼不戴口罩 為什麼不戴口罩 如果戴口罩 我怕大家聽不太清楚 我說話 所以就不戴口罩 我下次戴那些 是否那些煮食 那些盤 不過不要緊 因為這次的食物 全部都不是我吃的 是一些酷食 所以OK的 是的 好 我先炸一會 因為是豬肉來的 是 剛才有一個人 知不知道你用什麼粉 可以解釋一下這個 我再講一次 那個粉漿 首先我們會醃了一些排骨 然後會放進一個蛋 這個蛋漿 放一點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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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點 然後就放麵粉 是麵粉 是麵粉 濕的時候 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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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完之後 逐塊逐塊 鋪生粉 生粉就是現在看到 表面脆的 生粉 又或者你們家 如果再專業一些 其實有些 叫做天婦羅粉 都可以 都可以 但我說明是傳統的 中式 中式是用生粉的 剛才有人問 為何要用麵粉 為何用麵粉 因為 待會我們還會煮醬 為何會加麵粉 就是想吃 有嫩 還有 想保持著 脆口 濕粉 加乾粉 就會令到它脆 記住 濕漿 加乾漿 就會脆 有個人問 你那些排骨 是否一字排 是否有什麼部位 其實你們喜歡吃 什麼部位都可以 剛才我說了 就是 有骨的那些 有骨味濃些 但有個小朋友 想淡淡肉 那你就買 這個 這個排骨 或者豬扒都可以 其實你把一塊豬扒回來 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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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一個咕嚕肉的形狀 是的 又是問你 中火還是大火 是 頭一分鐘 有這麼大 只有這麼大 炸到它脆身和脆身 但是因為它是豬肉來的 那你炸的同時 你現在看到 其實有少少微泡 我們可以看下去了 其實我現在關火了 有少少微泡 其實想去焗熟那個豬 因為如果你鋸生去炸熟這個排骨的話 它是會很乾 很不好吃的 那我們現在是要靠 慢慢的余溫那個油 是逼熟裡面先 如果你鋸生用很高溫炸它 其實如果你用很高溫 它其實已經黑曬了 現在我也還可以這麼久 不單止不熟 還會在裡面都黑曬了 所以我們現在慢慢去焗熟它 因為我們這次是給小朋友 這個真的不可以快 不可以貪快 那你聽到開始 你開始聽到沒有什麼聲音了 我們又可以大一點點 是 這次我們 今個禮拜多了 埋堆堆的朋友 應該由今天開始 都會有多了 埋堆堆的朋友 亦都可以歡迎你們 問問題 或者和我們一起 開始 在家裡煮食 可以過一個愉快的星期六 沒有那麼悶 又再說一次 當你關火的時候 開始聽不到 遲聲的時候 就可以著火 但都是微火 微火好 否則那個東西 是黑曬 裡面又不熟 最重要是豬肉 一定要熟 麵粉 什麼筋都沒有 其實要很少 要濕張 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問 趁著炸豬肉的時間 我們先說蟹 蟹是封劍油人的 大家可以 不要買這麼大隻 買小隻 便宜很多 剛才那隻這麼大隻 會貴一些 我買 我不知道大家買 有沒有這個價錢 我買200元 那隻蟹 OK 200元 大家可以去旺角 剛才看到那個街市 就跟他說 喂 阿黎先生也是買200元 是的 大家可以去嘗試一下 買買到200元 這麼大的蟹 但如果真的 我覺得 在家裡吃 可以不用這麼大隻 小隻 便買兩、三隻 其實街市 我想都是六、七十元 已經有三、四隻 是好的 然後薑和蔥 其實都很便宜 薑和蔥 整個價錢都是自己決定的 那 學肥媽那句 吃便宜一點也行 吃貴一點也行 都是這個 排骨 當然現在排骨 新鮮豬會貴了些 但我都會堅持用新鮮豬 因為其中 炸東西用新鮮豬會好些 但當然你說冰鮮 我都覺得會做到那個效果 我們都可以提高一點溫度 因為聽不到字字聲 記住 現在聽聲很重要 炸東西聽聲 聽到字字聲 一定要聽到少許字字聲 否則那些油會迫入粉裡 會變得很不脆 這個 我今天一斤 我買 不知道大家買多少 我買了四十元 我買了四十元 這一道四十元 其實醬汁全部都很便宜 菠蘿也是便宜 罐頭菠蘿也可以 你打算方便 有些人原來說家裡是批菠蘿高手 這樣便宜 當然用新鮮菠蘿 新鮮菠蘿香很多 而且現在市味有些叫香水菠蘿 小小粒那些很甜 用那些又是好吃的 但如果你真的沒什麼時間 用罐頭 我都覺得是OK的 當然罐頭會比較 淋身了一點 我又要調大一點的火 你可否用檸檬汁代替醋 檸檬汁代替醋 我先想一下味道 檸檬汁代替醋 沒有米醋的香 沒有那麼酸 檸檬始終不是太 而且要用很多檸檬汁 因為檸檬的酸度 都不夠醋的酸度高 你要用很多 汁就會變成稀喱喱 我也覺得用醋 如果堅持用檸檬汁 可以最後才滴上去 可以更香 這個時候 我覺得差不多了 我們先調回最高大猛火 馬明炸東西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我們先拿起 為何想讓它更脆 就是先拿上去 停乾油 好 我們又是沒有東西做 停乾了 先調回烤爐 讓它的溫度去到最高 然後把咕嚕肉放進去 迫走油 那麵面就會很脆 這個叫翻炸 很多日本師傅 或者中菜都會用得到 其實炸東西 很多時候 為何家裡有師 炸東西不脆 原因就是這樣 你沒有翻炸 一定要 晴乾了 等一會 把油溫 把油溫推回到最高 再炸 迫走油 除了有些人迫走油之外 皮膚會更脆 我們等它再高溫些 有些人有問題 有些油怎樣處理 等等 油怎樣處理 油怎樣處理 根據食物安全條例 炸完就應該不要 不過大家可以循環用多一次 其實我都沒有炸 油沒有炸的原因 就是我最初沒有炸過它 我又要再重新一次 最初一分鐘不要炸它 千萬不要炸它 一炸它 那些東西就會散掉 然後就會很黑 不漂亮 等多一會 再高溫些 我又教過了 其實這樣 是甚麼都檢查不到的 不過拍攝是帥很多的 你的粉絲說 你魚這麼好吃 何時再拍攝 OK的 剛才不好意思 大家家裡不要學 又溫度很高 因為現在煙已經到 我相信接近167、870 我想你感覺不到是167 我們感覺一下 等一下 好 差不多了 你看到這樣 我們放下去 出白煙就對了 對 代表它很高溫 逼走油 還有我今天沒有開抽型煙機 原因是因為太吵了 家裡是可以開的 其實你家裡煮 如果有跟我煮的話 你第二次翻炸 其實你感覺到它又脆了 好 大家一會試味 好 大家一會試味 好 已經很脆了 這個時候 沒錯 就是 我今天決定 是浪油的 所以不會不要的 但是現在這麼高溫 大家千萬不要炸進去洗手盆 會塞的 我們先放一放 好 這個我們先拿開 放在旁邊 接著就要煮今天的主角 我拿這個 好 應該要煮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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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先放一點油 好 少少少就可以了 接著就做些什麼呢 先炒菠蘿 先放菠蘿 為什麼要先放菠蘿 因為菠蘿有水 因為菠蘿有水 我們要先煮走水 開菠蘿就是剛才說的 如果自認是菠蘿高手的話 就回去開菠蘿 我今天用罐頭 好 接著就下醬 好 今天我用了醋 一個糖 番茄醬 番茄醬 是令它結身的 好了 煮到差不多的時候 不要煮得乾 我們就可以放菠蘿肉 放進去 要令每一塊都有菠蘿肉 醬 記得不要太濕 一濕 菠蘿肉就會變軟 醬 剛好夠就可以了 這就是剛才所說的 如果用檸檬汁 就沒有米醋的酸味 炒至乾身 就可以了 記得每一塊都有醬 加上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濕 這個醬 千萬不要濕 一濕 菠蘿肉就不脆 好 好 完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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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部 不小心 切成 炒出 把面包 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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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鞋鑊鑊,大家 好 伯伯都拿好推 就先煮 太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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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一點好一點 讓大家看清楚 好 今日的菠蘿咕嚕肉 太煩了 好香 試一口 真是好香 那些人叫你 好香 真是好吃的 不過現在好熱 好味道 剛剛好 脆的 記住這道菜 巧妙是 不要太大火 在中間的時候不要太大火炸 咕嚕肉 因為它是豬肉 快快炸它 它不等不熟 又會很硬 表面都黑了 現在這樣煮是最快 亦是最好的 記住給點耐性 浸熟菇蘿就可以了 再重複今天 菠蘿菇肉 菠蘿 有菠蘿 有排骨 醬汁是怎樣做呢 醋 糖 番茄醬 喜歡酸的人 加多點醋 喜歡甜的人 加多點糖 番茄醬 令它稠身 巧妙就是 醬 不要氣 千萬不要氣 不要濕 一濕 一濕 菠蘿肉 就完蛋了 又不吹 煮的 好像濕 一坨 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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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想問 菠蘿還是菠蘿 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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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喜歡 因為大家可以不用拆散 喜歡吃到菠蘿也好 或者吃到什麼 我覺得這樣 很衛生 不用拆開 對 對 下次見見煮桂花炒素汁 桂花炒素汁 我要想想 我要想想 素汁 因為想環保 不煮真廁 可以的 素汁 即是粉絲 真的有素汁買的 真的假素汁 我以為真的假素汁 那些粉絲 可以的 好的 好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不明白 叫你看看 好 今天我煮了兩個菜 一個是薑中蟹 那個份量都說了很多次 大家可以上網看 另外一個菜 就是菠蘿菇蘿肉 巧妙 或者所有東西都說了 如果大家想重溫 記得上 BigBig Channel 或者TVB的Facebook 都可以看到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還有我想說多一點 就是下個星期 如果大家想吃什麼菜 早點告訴我 我這個星期準備 下個星期和大家一起煮 不要說教大家煮 是和大家一起煮 一起玩 好嗎 下個星期見 還有 還有 我們下個星期見 馬來西亞的朋友 新加坡的朋友 國內的朋友 加拿大的朋友 美國的朋友 紐西蘭的朋友 我們下星期見 還有 你煮東西很棒的 可以發片 是 逆境廚神其實不關我事 是關你們的 就是我煮 希望引發大家 現在家裡大家是疫情 在家裡沒有什麼做 每個人都變成大廚 有些人真是很厲害的 隱世廚神 如果你自己覺得 有些菜是很厲害的 拍片 加給我們 放上網 然後我們會有獎品 我們有獎品 還有 我們可能會有一個 隱世廚神大賽 會邀請你們上來 煮你們的冷手菜 或者拿手菜 希望大家可以見到大家的菜式 我可以上去偷你們的菜式 我們下星期見 也在等待大家的影片 你呢 好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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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